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如心都挺大 人没抓着 案子没破 还有心出来撸串 向往未来美好的生活呢 小花的真实身份是国际刑警 做好卧底 还要得到大黑和二柱的信任 就把软盘交给了他们 为了证实自己的忠贞不渝 身上也没有窃听器 就为大家展示了一下洁白的胸肌 看来你们东京说热就热呀 小花说只要你们公众号关注物语社 我还妥 嗯 跑偏了啊 不知情的诚哥和力宏把小花抓了回来 经过审讯 小花也亮明了身份 为了不让二柱一伙人有察觉 还需要走正常流程 关押期间的小花瑜伽动作还挺到位的 什么双腿背部伸展式 半脊柱扭动式 妈呀 大腿抽筋式 诚哥都等半天了 已经迫不及待了 先放倒再按摩 揉不揉不又热了 给小花疼得只喊不要不要不要停 这腿疼还揉脸上来了 等半天都是诚哥的想象 你瞧瞧多尴尬 小花出来后与大黑二柱正庆祝 没想到身为警察处长兼力宏女友的爸爸也是自己人 你看人这卧底当的 开口就要二百万 把小花的身份接了个船 场面更尴尬了 给大黑吓得一顿RA 对的小花就是托马斯回旋 诚哥和力宏也赶来了 电影到了最高潮最费钱的阶段 你看那桌子 哎呀 这古董 哎呀 这腿 哎呀呀呀 这次不是演习 力宏真心中枪了 嘱咐了半个小时后 力宏牺牲了 一伙人从地上打到了天上 小花掉在了一块大舶里上 命悬一线的时刻 诚哥还在和大黑打斗 也顾不上他这头 只能用自身的胸肌加大摩擦力 最终获救 故事的最后当然是成功消灭了大黑和二柱 捣毁了贩毒集团 诚哥与小花也过上了没羞没少的生活 幸福美满的生活 故事也就讲完了 据说过天王也是通过这个电影 真正爱上了藤原吉祥 但咋追也追不上 好了 还是一看一乐呵 更多欢乐请关注吴一世 由我们唠唠客 咱们下期再见